大家好,我是Jacky 講到教你用IG一定要知道的七個英文單字 IG近幾年來越來越盛行了 其實以前最主要功能就是分享自己的生活照啊等等之類的 但現在隨著功能的增加,那個用意也增加了 那我們首先呢,得先知道IG全民的正確念法 我們會說Instagram 那在美國我們比較不會去說他的簡寫,比較不會說IG 反而會說Instagram,這個要記住囉 那我們進入到Instagram的介面 我們首先看到的就是Feed 那Feed比較抽象一點 Feed其實就是一個人張貼的一組照片 那其實在這邊,這一整組照片就組成了一個Feed 那我們可以說 I'd like to maintain a minimal feed on Instagram 我IG想要維持一個簡約的樣式 那我們在中文裡其實比較不會翻出Feed這個單字 那再來講到Caption Caption就是相片的說明 那其實就是你相片要PO文的那個地方啦 那在這裡補充一下喔,Caption也可以當作動詞用 那我們可以說 How should I caption this photo 我該如何將這張照片加以說明 那其實口語一點來說就是 我要打什麼啊 Hashtag 那其實Hashtag主要就是文字前面的那個警字號 那用意就是在你有Hashtag的照片裡 比較容易在Instagram被人家找到 Hashtag Dab 再講到Tag 標註 就是我們中文講到的Tag 欸你那個相片Tag我一下Tag我一下 不是Tag 是Tag 你那個 Everyone is tag in this photo except me 除了我,大家都被標註在相片裡 Filter 濾鏡 There's no filter added to this photo 這相片沒有套濾鏡 再來Stories 就是我們中文的現實動態 Direct message 私訊 簡訊我們可以說DM Direct message me if you have any further inquiry 視訊我如果你想要更進一步的了解 那這七個單字其實就是我Instagram裡面 用到最長的單字 所以是 新華中文 新華 那如果你喜歡這影片的話 請來下面幫我按個讚 那如果想看更多跟英文有關的影片呢 那就不要忘記訂閱 那我們下次再見 My name is Shaker Chang Now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You know what it is Dab it out 我們再看一次 1 1 1 2 2 2 1 2 2 2 1 2 1